以後是大家介紹兩位的代表團手 首先南方的代表是來自元朗藝術的中國香港 黃華昌 紅方的代表是來自庫德團館 尖沙咀軍館中國香港人稱鐵人的夏宇 夏宇是我們戶德拳館其中一個名將 尖沙咀軍館夏宇 南方就是黃華昌 元朗游術打MMA的游術教練 一定都是游術師傅 黃華昌經常參加不同的搏擊比賽 這個運動員 都涉獵了兩個界限 黃華昌出後 八戰三勝兩個和 紅方夏宇的經驗值高一點 15戰 夏宇的體能應該 體能很強 所以名字是鐵人 鐵人很拼搏 左邊和夏宇的股權 一個股權 一壓太大股權 一個股權 很漂亮 底股的股權 下股的股權 剛才股權的股權 直拳 推着距离 華卓他變化距離 那些位置就多些 下雨就跟你打硬正 我一下子就斬進去 低數腳 這樣打法有點危險 因為他的手都放得很低 華卓他每次都這樣打 他放得很危險 如果你的手仍然這樣放 很有危險 下雨你見到他爆得很緊 如果你有空袋我才不出拳 我留下手機不要推進來台邊 很危險 下雨你見到他 華卓說多角度 他的技術 走位 多角度 下雨就跟你打硬正 我們叫做硬正 夾緊 扎穩馬來就 一腳清脆一腳就斬下去 下雨 快點把阿卓的動作 連下去才遞掉 再做一個反擊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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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 阿華卓是一個變化多的運動員 一個變化多 打一個硬正的站穩直拳 站穩的馬就有一個清脆的低數 腰斬腰下雨 哪一個技術 靈活還是這場下雨的衝撞 斬到你站不到 這樣會怎樣 我們來第二回合看一下 高速 沒問題 拉住了對手 失重心令到他弄跌他 OK 對手 他們是柔術的人 強項 弄些人 下雨撞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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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角度 走位 盤了沒強 1080 纔上非常快 你看一下他撞 夏宇不多招 夏宇不和你多招 我是說明給你聽 我兩拳就斬你一腳 差不多是他講明給你聽 剛剛看到阿卓的移動好像速度慢了一點 可能心肺 可能有點跌過阿志仁開始來 夏宇駕駛到盡了 夏宇駕拳 夏宇駕駕駛來身室 我看到阿卓有很多左右吸塵的動作 夏宇駕駛他很有趣的 他踢之餘他又跟著拳 就是他踢他踢他 他爪裝的 他踢你了他的時候 他又連帶一起出拳出去 這是張宇駕駛有少數一點 是啊 如果在我們體安打的來講 腳角拳的真的好像少有一點 就是他一下力打兩招的 阿卓出來了很有趣的 這些打法 阿卓的走動 我看他開始速度慢了一點 大約大家的肩膀都還是很平衡 都是很麻煩的 他想去打架 不過呢 夏宇 比我想像中夏宇難打了 這場 夏宇駕駛得來 阿卓剛剛好他又走到 左邊蹲來蹲去左右 變成夏宇又不容易打 他走得來 阿卓他走得來 他又不只是走 他走得來他又有拳腳這樣打進去 剛剛被阿炮爆了 剛剛被阿炮爆了 眼角爆了 要看一看醫生 這個呢有個因素 因為呢 剛才阿卓說 阿卓那個防守 你看他的手都是偏低的 是 那麼他就會有這些 會失利 可能他那拳未必說 落點令他去運 但有個傷後失利 剛剛阿卓現在 是南方的選手 除了就是因為被夏宇打敗了眼角 暫時要跟他一起去看醫生 他可以繼續比賽 這個華卓呢 你講得對 阿黑仔 因為他呢 他放下手 但他放下手 他就似著放下手 他的拳腳很隱蔽 你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出 是 有利有利 這個拳腳 但有個危險性 被人打爆了 現在夏宇肯一定會 戰術不用說 大家 鎖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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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也跟你拳 他做 大宇肯在比賽的角度 就是有一點洩漿了 因為他始終有傷口 但是膽色很好 這場挺好看 這場 大宇肯流血 那是如何 向前衝勢 眼睫腫的 開始 眼睫腫了 大宇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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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宇肯 大宇肯的 很盡 我的眼睫很盡 阿切的 他不是被動的 太明顯 阿卓過頭 很明顯 你看� 很明顯 始終他的傷是開了 差一點點 有點避免 夏宇的體力上是比較優勝的 但夏宇可惜他的拳腳 他的落位 這蟹很漂亮 他的距離變成 被阿卓貼了他的低數腳 又難打了 一陣子的掌聲 王華卓和夏宇 這場賽果也很精彩 這場比賽 這場賽果真是非常精彩 我們在裁判提供了他的結果之後 將會為我們宣布 第四場以來的司法 繼續向前 大家拼拳 提供你剛才說的那個 阿卓的最低手 可能他們練習開打法 不知是否都有些關係 是呀 他們是游術 打MMA 這個是游術師傅來的 阿華卓 所以他們轉了裝打 他們主力手放在前面 游術的人通常 那隻手又不同 打舞台 又不同 打踢拳 踢拳 或者我們KF分類 都不同 這場比賽 三位賽果團結 是坤一之人 二比一是 洪光成 恭喜洪光來自 我們搬得團隊戰車掌訓館的 天人 夏宇 夏宇 以下有請李耀東師傅 為我們到台上班長 有請 來吧 來吧